都说一个萝卜一个坑 这句话用在白萝卜身上一点毛病也没有 白萝卜作为中文版第一株原创植物 能够保护身后一行的所有植物 抵御气功僵尸的吸引拉扯 那是因为它学了多年的气功 其中有一招就叫做纹丝不动 身为白卡植物的白萝卜 种植时需要消耗50点阳光 冷却时间耗时10秒 满街生命值高达5000点 攻击范围为右侧一格 一阶白萝卜基础生命值2000点 是功夫世界的专属植物 此时的白萝卜还不会主动攻击僵尸 只能作为一个肉盾立在原处 抵御着僵尸的啃咬 跟坚果墙的作用差不多 当然此时的白萝卜还拥有抵御时空被动的能力 二阶白萝卜自我防卫 生命值上升至3000点 当僵尸出现在前方一格范围内时 白萝卜会单手拿出一个小萝卜 以每下0.5秒的速度 拍打僵尸 每次对僵尸造成5点伤害 三阶白萝卜 武装训练 生命值上升至4000点 白萝卜的攻击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每次拍打能对僵尸造成10点伤害 四阶白萝卜能力觉醒 生命值上升至5000点 种植时有低概率直接释放能量斗大招 白萝卜会立刻向场上投放一颗白萝卜 获得超强的战斗能力 每次拍打能对僵尸造成13点伤害 攻防属性一共提升了150% 白萝卜的装扮效果 种植时向场上投放两个白萝卜 会优先选择没有白萝卜的一行投放 除此之外 白萝卜还能抵御持刀大侠的冲击